财天父爱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我们要歌颂你 因为是你先爱我们 拯救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主在心理念里面 求你不断地更新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一天新世一天 能够更加地荣耀你 主我们把今天的讲道 放在主手中 求你让我们讲的 或听的都一同受教 也让我们当中 还在追求真理的朋友 他们以后我们一样 能够一同成为你的儿女 口称你为阿爸父神 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 再次仰望在你手中 求你与你的儿女们同在 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时间非常快 一年又一年 今年新一年已经过了 半个月了 所以我想知道 在持旧迎新的时候 我们当中 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人 有那个新年的 叫什么 景愿啊 或者 常常会 持旧迎新的时候 我们会有新年的景愿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有这样的 你想新年的景愿呢 没有啊 有啊 我听说 那么有的话 说明你还很年轻啊 不一定是身体 就是物质身体的年轻 就是你心里面 至少还年轻 因为你希望 不断的被更新 希望每一年 都是新的 那么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是新的一年 新的你 像这个题目啊 我是在1月1号的时候 听到Fox News 它有个专题 那专题的题目就是这个 新的一年 新的你 我觉得 这个很好的 讲道的一个题目啊 当然它讲的内容是什么 锻炼身体啊 锻炼身体 那当然 我们刚才说 有人 说我们 对不起 有新年的景愿 我不知道你的景愿是什么 那我新年的景愿啊 也告诉大家 有两个 一个是侍奉上的 那侍奉上什么呢 因为有弟兄姊妹给我讲啊 他说 你有时候讲的话 我听不太懂 那我 新的一年的景愿 不是说要让我的相应 被改变 你想相应难改 相应未改 冰毛吹 唐诗里面讲啊 相应要改蛮难的 但有些东西要改一下啊 让弟兄姊妹 能听见 你知道川普啊 不是那个当选总统 四川普通话 四川普通话 那个四 四活十啊 哇 这个很难 对四川人来讲 这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最近我才看见一个 一个一个六十啊 就一个四川人活 广东人讲 讲普通话 那两个都是 交言普通话 都不准啊 那是那个 那个广东人呢 是一个 做 做那个团购的一个老板 那他就给 四川那个老板 就是做印刷的老板 打电话说 我团 他们如果做了团购的话 三百多块钱 就可以买 四只龙虾 那个四川人都听成什么了 十只龙虾 而且一再给他肯定 说就是十只龙虾 那最后那个老板印出来了 就那个人就给他印出来了嘛 就印出来了 老板在这个之前就去巡视嘛 就发现怎么变成十只龙虾了啊 就赶快要停止这个 结果已经发出了十多张 十几二十张这个票 所以他一下审视了三万块钱 所以你可以看见 这个非常困难 所以对于我来讲 发那个四的音和十的音 不要说洪荒之力吧 都要非常注意 所以说大家也为我祷告 我主要是为了让弟兄姊妹能够听懂了 那么还有个呢 就当然是内在生命了 那去年我也讲过 说我2016年的这个 大家也知道那个L和N的音 也是我们四川人南发的音 那么2016年的我的那个 一个警院是让我快快听 慢慢说 那么今年呢 我还是要操练这个 但是我更加操练我自己 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 更加的柔和谦卑 在讲话上面 做事上面 所以我不知道你的警院是什么 当然可能你有想我要锻炼身体 我想这都没有错的 我们都希望我们在心灵一年里面 我们能够注意我们的吃的健康 还要锻炼身体 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保持好的工作状态 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侍奉神 但是锻炼身体重要 但是在心灵一年里面 一个更重要的是 我们属灵生命的操练 所以使徒保罗 他曾经在提摩太前书的 四章七到第八节 他 我怎么一下跑这么远 七到第八节 他说在操练上 在敬前上操练自己 操练身体 益处还少 唯独敬前 凡事都有益处 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那么在心里一本圣经 他把来生翻成来世 更加符合圣经的原文的意思 那么这个来生 有点点福教的味道在里面 所以说他说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那么当然保罗不是 在地方不是说 我们不需要锻炼身体 因为毕竟有好的身体 我们侍奉神才能够持久 但是我稍后才详细解释这段经文 但是他说操练身体 操练身体重要 但是操练敬前更重要 因为圣经里面是有许多 关于我们的生命更新的经文 非常多的 这方面的经文 那么当然我们一个人 我们渴望生命被更新 我们物质的生命渴望被更新 实际上是一种 内在的一种生命力 让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 不断的被更新 当然我们都知道 我们物质的生命的更新 有没有终止的时候 上有终止的时候 一般的研究告诉我们 人30岁的时候 你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但是我们每个人 还希望我们锻炼 吃的健康 锻炼身体 当然吃的健康 锻炼身体 可以稍稍的延缓这种衰败 但是实际上也是有限的 但是你会发现 哇很多那个锻炼身体的那种 书籍啊 饮带啊 非常的受欢迎 是吧 还有健康食品 whole food 他的盈利非常高 为什么 大家都希望自己活得长远一点 这可以说是叫我们 我们人一个有 活着的人就有这种 内在的这种生命力 渴望我们要活得长远一点 也是神造我们就造成这样 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怎么讲 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事 又将永远安置在人的心里面 所以人呢 只要活着 你永远认为 不要说永远吧 一般来讲 你都认为死亡是属于别人 不属于自己的 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更是这样 但是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生命有 有终止的时候 我们生命有终止的时候 但是 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 也是很奇妙 刚才我们唱了四个意思 寻转不止 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 春夏秋冬 寻转不止 而且冬春交际的时候 万物复兴 再次提醒我们 我要开始锻炼身体了 心里一年 我要活出一个不样的生命来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种物质的生命是非常有限的 不管你怎么样锻炼 你最后还是走向衰败 但是属灵的生命的更新 却是没有止尽的 这和你的年龄没有关系 也和你信主的长短没有关系 当然这种更新的能力 不是来自于你天然生命的那种生命力 来自于你受体的力量 而是来自于重生的那个生命力 就是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更新的能力 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二点 怎么切换过来 就是重生的生命力 那么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二节 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存钱 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都知道 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 不是靠我们自己 上原文里面这句话 是一个被动语态 是圣灵的工作 但不是说我们自己不要付代价 是圣灵首先在里面 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信靠福音过后 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 让我们渴求 我们的属灵生命 被神不断的更新 但是这个地方讲到 在经文里面讲到说 我们不要效法 他劝告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老我 比较朽坏的生命 实际上是效法这个世界的 效法那些 我们会追求那些短暂的东西 会抓住短暂的东西 随着世界的潮流而动 而但是在圣灵的带领下面 这个心意的更新 是让我们越来越明白 神的旨意 让我们也能够行在 神的旨意当中 而且这种更新的变化 它不会停止的 而且每一个重生得救的 神儿女 他都有这样的渴望 都有这样的渴望 所以属灵生命 会不断的成长 这是我们教会 今年的主题之一 大家还知道 大家知道我们今年的 教会的主题吗 如果你参加过去年的 我们教会的年会 你就知道 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感谢神 好多弟兄怎么都知道 栽培 成长 穿养 所以这个生命的更新 实际上就是生命的成长 生命的成长 那么在哥勒西书的三章第十节 哥勒西书的三章第十节 也讲了这一段经文 也讲了这个意思 他说穿上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所以只要我们 只要有生命气息 这种更新就在一致的进行当中 而且是在我们的生命存在 就是在一个效法主 越来越像主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新的一年里面 希望你成为一个新的你 这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 新年的一个愿望 我们树林的生命一定要成长 可能你会说 我已经退休了 我年纪这么大了 或者快退休了 那么这个生命的更新 是年轻人的事情 或者一些刚刚受洗的那些人的事情 如果你如果哪一个人这么说的话 他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什么吗 他实际上在说什么呢 就是属灵生命的 那个属灵生命呢 会随着我们外在身体的 那个衰残而衰残 他实际上在说这样一句话 或者他把圣经呢 一个非常有名的圣经 就是说虽然外体毁坏 内心怎么样 一天心是一天 他实际上把圣经文改成什么 虽然外体毁坏 内心也一天一天的毁坏 如果你处于这种状态的话 那说明你是在一个 不健康的一个状态下面 很可能你停止 或者缺乏俗灵的操练 所以你的生命没有被主更新 所以随着你的肉体的毁坏 你的内心也一天天的毁坏 你也没有办法来服侍神了 你追求的都是世上那些享受了 趁着我还有点生命气息 甚至我还能走动 我感慨就enjoy我明天吧 就enjoy我的今天吧 让我享受今天的生活吧 我不是说大家不要vacation 不要享受今天的生活 而且不要忘记我们神呼召我们 把我们从万人中检验出来 他给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跟我们这样一个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 所以一个生命的根性 一定要需要操练 物质的生命是这样 那么属灵的生命更是这样 那么再把刚才读了一句话 就是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第八节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 和老妇荒谬的话 在敬前上操练自己 操练身体 技术还少 唯徒敬前 凡事都有益处 应有今生和来生的益处 应许 我再说一下保罗 再强调一下保罗并不是说 我们不要锻炼身体 它是做一个比较 就是我们怎么样锻炼身体 注意健康 我们的身体实际上还是不可避免的走向毁坏 外在的身体 但是内在那个属灵的生命更加的重要 他就强调这一点 当然 他这个地方经文里面讲到说 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他不是说 好像我们操练尽前的话 我们今生就会享受世上的一切的福分 就蒙神的许许多多的物质的方面的祝福 如果你操练尽前 带着这样的目的的话 你一定会失望的 保罗就是 使徒保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尽前的人 但是他却受了非常多的苦难 那么到底什么是操练 尽前 凡事都有益处 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呢 首先一个操练尽前的人 应照敬畏神 有主的同在 他能够在任何环境中 靠主得胜 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面 而耶稣基督也胜过了世界 这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里面 所应许的 那么操练 我们一般锻炼身体的话 要保持身体健康有两点 一个是吃的健康 一个是有适当的合适的一个锻炼 你知道过分锻炼也不行的 前一段时间我腰不行 那我发现是我锻炼过分造成的 所以腰也不能是 你不能弄得太凶 要慢慢的适合的 适可而止的来锻炼 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点 你不像年轻人锻炼这么猛 反而伤到自己 所以两点一个吃的好 一个是要适当的锻炼 那么鼠灵的操练呢 有很多的方法 但我想也可以简单的总结 成为两个方法 第一个什么呢 注意你的吃 当然这个吃不是说 是属 吃饭 是属灵的食物 那么在提摩太前书 我们刚才看到的四章第七节 他说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 和老妇荒谬的话 那么荒谬的话 这句话并不难理解 就是那些 说一些没有根据 或者是甚至迷信的这样一些传言 那么什么是世俗的言语呢 为什么要弃绝世俗的言语 难道弟兄姊妹见面 连寒暄都不可以 见面就讲熟灵的话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这个世俗这个词 在新约圣经里面 一共出现了五次 其中有四次都是出现在 提摩太前后书 还有次是出现在 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六节 那么这五次都四书 都是翻译成四书 但是在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二十节 我们来看看那个powerpoint 六章二十节 他提到四书的时候 他把他作为形容词来描写 来描述那个 形容那个虚谈 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六节 他也把它作为形容词 描写虚谈 什么是虚谈呢 就是那些毫无意义的 就是那些短暂的 那些短暂的 俗世的东西 那么你看 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六节 你就描就懂了 他说恐怕有淫乱的 有贪恋世俗如乙少的 他因疑连食物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就是说他看中 实际上这个讲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见面 不是说我们连聊天 我们连寒暄的这个话都不能说 而是说你看中什么 你看中什么 你是否看中食物的 属灵的一些事物 或者看中属灵的话语 是讲到一个心态问题 我记得刚刚我信主的时候 参加这个团契查经 常常是讲到其他 和属灵事情没有关系的事情 我马上我就开始讲话 口入咸活 那么一开始分享的时候 马上就什么 牙口无言 silence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吃的熟世的食物 比吃的属灵的食物要多 你知道 你的身体的话 你要吃拉西食品 它一定会出现吃拉西食品的一个恶果 身体发胖 血压升高 胆固醇升高 是不是这样 那么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没有去读神的话 你没有花时间来亲近神 当然一讲到属灵的事情 你就牙口无言 一谈到属世的事情 你口入咸活了 所以保禄这一方讲道 不是说我们不能寒暄 而是说我们是否看中这些属灵的事情 而且非常奇妙的 你注意一段经文 他一个是讲到弃绝 讲到弃绝 一个是讲到 然后讲到其他虚弹的时候 世俗的虚弹的时候 他一个是用躲避 一个是用远避 那就说明什么事情呢 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这个 熟肉体的生命 我们这个天人的生命 实际上是非常喜欢 世俗的虚弹的 我们天人生命很自然的 就是喜欢那些东西 所以保罗他说你要逃避 你要放去 要逃避 远避 好像那种是一个诱惑 是个诱惑 所以说这是一个被动的 当然主动是什么呢 那主动的操练就是 我们要操练进钱 说明操练进钱 对我们这个 老我的生命是一个不自然的状态 所以我们必须要下功夫 要下功夫 要顺服圣灵带领 顺服圣灵带领 所以说 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不健康 会发生在一个刚刚信主的 弟兄姊妹身上 同样也会发生在 一个信主多年 甚至曾经热心服侍神的人的身上 就像你吃东西 你吃东西不健康 或你年轻或年老 没有关系的 你年老 你每天吃不健康的身体 你一定会不健康的 同理 属灵的生命 也是和你信主多少年 你过去读了多少圣经 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你要不断地来亲近神 所以雅各书里面说 你亲近神 神就亲近你 也让你的生命 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彰显神的永美 所以我们教会鼓励 每年我们都会鼓励弟兄姊妹 灵修 我们的QT灵修 不知道去年有多少弟兄姊妹 是坚持完的 还是前三个月 天天做 后 九个月 就完全没有做了 或者三天打 打鱼 两天晒网 那么QT我们就是说 操练在神面前的安静自己 而且让神的话 我们从我们的生命中来活出来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神今天借着圣经对你说什么话 那我怎么在生命中来回应神呢 生命中和生活中来活出来呢 所以这是 实际上这也是 QT是一个快碳 就是一个安静的时刻 也是效法主 耶稣基督 如果你读四福音的话 你会发现耶稣常常 来在父神面前安静自己 清晨他退到旷野当中 在神面前来祷告 所以2016年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用为过去的一年来夸口 也没有必要为2016年吃得不太健康 沮丧 因为那个不能改变今天的你 我们需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靠着主耶稣基督 在心灵一年里面成为新的你 那么除了吃得健康 你还要实践你所信的 就是所谓的渐性于行 渐性于行 就像一个健康的身体 要吃得健康 我们刚才讲 还有合适的运动 同样操练进前 不断要吃得健康 要读神的话 祷告来亲近神 而且要行出神的话来 行出神的话来 按照圣经的要求 在我们生命中行出来 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 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到二十五节 有这样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对着禁止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了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了 全被死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那这里面的听 就包括了顺从之意 那我们读了神的话 听了神的道 我们还要生活中 生命中把它行出来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 他把听道行道 他用那个看镜子来描述 用看镜子来描述 像对我们想有个健康身体的 好的身材的弟兄姊妹来讲的话 像照镜子是一个方法 一个人如果常常照镜子 常常称自己的体重的话 我告诉你 你的身材不会走样的太厉害 是不是这样 因为镜子会提醒你 我是不是好像有点身材走样了 那称重的话 也会告诉你 我今天好像有点 那个重量有点不健康了 所以提醒你来 是否应该结实 应该锻炼身体了 当然现在我们还可以检查身体 检查身体告诉你更多的身体的信息 是否需要吃的健康 是否需要更多的锻炼 那么一个人如果他不再照镜子 也不再称体重 甚至连身体都不检查的话 除非他是做体力劳动的 我想他的身材不会好到哪里去 大家同不同意这一点 那么我们孰宁的生命 也要照镜子的 也要照镜子 那什么照镜子呢 独神的话 独神的话 所以他说如果你照了镜子 然后走楼就忘了 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每天都称重量 你每天也照镜子 然后呢 你回去坐在沙发上 吃那些垃圾食品 然后你还认为你自己一定会健康的 他说这叫自己欺哄自己 自己欺哄自己 当然还有一种镜子 它是让你看到的时候 那个镜子会变样的 那个镜子不平 那个镜子呢 让你看起来很瘦 你看起来很爽啊 但是呢 实际上它是欺骗你的 你的身材不是那个样子 我们家有感秤呢 是一个机械秤 那个秤比我们真正的身体的重量 也轻好几磅 虽然我每次去秤的时候 看起真的很爽 但我知道那是骗我的 我不能相信它 我不能相信它 有的人很爱读书 很爱读书 这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读了很多很多书 都是让你自己感到爽的话 那就有问题了 世上的我们都知道 世上的知识 知识 智慧 都是小学 它不无非是照亮我们眼前那一点点 或者让你在别人面前觉得你很高明 但是神的话是照亮我们整个的人生 照亮我们人生的道路 而且更重要的是 神的话照亮我自己 让我看见我自己生命中 有没有被对付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这在西伯来书的四章十二节 大家非常熟悉的话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 都能自如破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变明 像我已经到了 不再在意过自己生日的年纪了 但是有的时候 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讲 说照亮你看起来好像蛮年轻的 你说我知道这是个恭维的话 但是心中还会爽的 我们人都喜欢听好话 但圣经说 神的话像两刃的剑 神的话有时候会让我们难受的 神的话真的会让我们难受 耶稣说 你们要饶恕人 如果你们不饶恕人 天父也不饶恕你 这话听起来不舒服的 在你献祭之前 有弟兄对你怀愿 你可能会跟神说 有没有搞错 他向我怀愿关我什么事 但圣经说 如果你知道有弟兄向你怀愿 你要先去和他和好才献祭 神才越纳的 可能你会想 我就一个人怀愿 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别人知道 但是弟兄姊妹 神的话 他向两刃的戒 破开我们 指明我们生命中的缺陷 他要让我们对付我们生命中的渣子 为了我们能够有个真正的平安喜乐 蒙神喜悦的这样一个生命 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救赎恩典 已经给了我们重生的生命 我们已经有了圣经的地位和身份 但我们还必须要照镜子 遵行主的命令 才能去掉我们生命中的渣子 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 要我们活出生命的样子来 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所应许的 丰盛的生命 他来了 要叫人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就活出主 荣耀的生命 因为本来神就是按照他的形象在造我们 但因着犯罪 我们不能彰显神的荣美 刚才我们所读的雅各书 一章二十五节说 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是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里使人自由之律法 并且时常如此 上也提醒我们 在我们生命中 我们有很多的坏习惯 就像锁链捆绑 捆绑我们一样 使我们没有自由 我们经常读神的话 律法 而并且行出来 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得到自由 实际上我们这个败坏的身体 非常容易形成坏习惯 坏习惯的形成 比好习惯的养成要难 要难得多 坏习惯的形成 比好习惯的形成要难 要容易 要容易 说反了 要容易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来操练我们自己 操练自己 而且要坚持操练 我们才能够改变我们生命中的那些坏习惯 所以习惯的养成是由不重复 上操练就有重复的意思 就是坚持 不断的坚持 才养成的 所以我刚才说养成坏习惯容易 你知道养成最懒教的习惯 容易不容易啊 容易啊 是不是 你要早起不容易的 特别在冬天 对不对 那么 锻炼身体的习惯 不容易养成 但是不锻炼身体的习惯 容易养成 吃垃圾食品的习惯 容易养成啊 容易养成 你知道吧 那些好像好吃的东西 常常是对身体都不健康的 但你要养成吃好东西 好就是健康食品的习惯 还不太容易养成 不太容易养成 抽烟的习惯怎么样啊 容易养成 也不见得 我也抽过一次烟啊 高中的时候 抽了让我非常难受 我再也没抽烟了 所以是神的怜悯 也不是所有的坏习惯 都有容易养成 关系你处的环境 如果有很多 你的朋友都抽烟 可能你即使难受 你抽抽就不难受了 所以神也怜悯我们 让我们有些坏习惯 也不是那么容易养成的 也不是那么容易养成的 我想这是神的保守吧 但戒烟的习惯啊 要戒烟可不容易了 戒烟 戒毒 戒酒 戒看色情网 这些习惯不用养成 靠你的肉体 你做不到的 所以从属灵的角度讲 我们身上都有很多神 不喜悦的坏的习惯 就是罪 比如说我们的言行举止 心思意念 我们都有不逃神 喜悦的地方 刚才我们所读的 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他说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 都存这样的心 我想我们都希望 我们成为完全人 但是我们当中 有谁敢说 我是完全人呢 有没有人说 我是完全人 我想和我们 信主还不信主 都无关的 可怕很少人敢说 他是完全人 但是圣经说 完全人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是完全人呢 什么是完全人呢 那么这段经文 是出现在 菲利比书的三章十五节 但经文的前面 有一段 大家非常熟悉的话 就是忘记背后 鲁尼面前的 向着标杆子跑 要得神在基督里 从上面 招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实际上 这段话 告诉我们什么意思 什么是完全人呢 在神的眼中 那个完全人就是 不断的更新自己 不断的改变自己 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 不断成长的人 在神的眼中 就是完全人 这个 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得着基督 这就是哥罗西书三章 第十节 刚才我们所讲的 就是渐渐的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而跑到终点的奖赏 什么 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 为我们所预备的 在天上的奖赏 所以换句话说 只要我们有生命栖息 我们就要不断的更新自己 改掉我们的坏习惯 让主耶稣基督的荣美 来代替那些坏习惯 结出生命的果子来 这是在诗篇第一篇 一到第三节所说的 大家非常熟悉的 我们一起来读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为喜爱耶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那么第一节的经文 就描写了罪 人的罪 他劝勉我们不要 三个不从不占不作 这三个不 实际上靠我们人的 自己的能力 是没办法做到的 那他提供的 唯一一个solution就是什么 唯一的一个答案就是 要喜爱神的话 而且还要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就是说 不断的去操练 在神的话语上面 而且把它写 行出来 那逼人的结果就是 结生命的果子 结生命的果子 所以我们的坏习惯 是由坚持形成的 我们的好习惯 也要靠坚持来形成 坏习惯的改变 也要靠坚持 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才能够改变 才能够改变 所以习惯由坚持改变 那么很有名的一个基督教育家 陶行之 可能很多人听说过他的名字 他实际上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他的父亲本来是抽大烟的 但是福音信医书帮他戒了烟 所以他信了主 但陶行之从小不信的 他很刚硬 他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他也挣扎了很长时间 他在他得救的见证里面 他写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四年多来 四年多来 耶稣基督与撒旦在我内心中征战 要夺取我这一颗心 耶稣得了胜利 从今以后 我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就是他是一个不断跟随主 操练敬虔的人 所以后来他在那篇文章里面 他讲到那个习惯的时候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思想决定行动 行动养成习惯 习惯形成品质 品质决定命运 品质决定命运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那当真的是这样 靠我们肉体的生命 我们没有办法的 但是在神面前来操练自己 圣灵会带领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 不断更新的生命 那这个命运 当然 陶欣之地方讲的命运 既是今生的 也是来世的 就是保罗刚才在提摩太 前书四章所说的 操练敬虔 凡事都有益处 就有今生活来世的应许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段 圣经的经文来 总结这一段 就是操练必须要坚持 也提醒我们 是神的一个提醒 我们来看 加太书的六章第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不要自欺 神是欺漫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顺则情欲杀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杀种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愿在心里一年里 圣灵带你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坚持操练敬虔 让我们的生命 不断地被神更新 我们既有内在的更新 也有外在的见证 就像哥林多后书 四章十六节所说的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所以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事一天 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如果内心就是里面的人 里面的人 里面的人不心事一天的话 外体虽毁坏是一定的 那么一定会丧胆 那么丧胆也会翻译成沮丧 沮丧的原因是什么 没有盼望 如果你的眼光只是看到外在的 那些会过去的事物 你一定会丧胆的 你一定会沮丧的 因为你没有盼望 曾经有一个白手起家的富翁 他叫尤金兰德 他自己影响了59名 59名六年级的学生 那么有一年 有人请他去 就是在东哈莱姆 东哈莱姆一个学校 就东哈莱姆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纽约的曼哈顿区的 一个非常贫困的区 他里面的人口主要是黑人 或那个波多尼哥为主 所以非常贫穷 那么有人就请他 想给那些学生 做一个立志的演讲 所以他也做了认真的准备 就他那天站在那些学生面前的时候 他看见那些脸上 充满了沮丧 沮丧的那些学生的时候 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鼓励他 因为他甚至不知道 怎么样来吸引那些学生来注意他 所以他在那犹豫了一阵 他说他就把他准备好的讲稿 放在那边 他说我要用心对他们说话 所以后来他就给他们讲了一段话 在那句话的结尾 他说你们留在学校吧 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 绝大多数都不能高中都不能毕业 甚至连高中都不能上 他说你们留在学校吧 他说如果你们能够高中毕业 他说我会帮你们每一个人 付大学的学费 就从那一刻 这些学生的生活整个改变了 他们第一次有了希望 后来一个上了大学的学生回忆说 他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觉得 我的人生有希望了 他觉得我有被尊重的那种感觉 他说我有一种那种golden feeling 一种被尊重的感觉 所以后来 这个班的学生全上了 本是90上了高中 而且从高中 90几都从高中毕业 大部分人上了大学 那么这些学生的生活环境 有没有变化呀 一点都没有变化 那么唯一的变化是什么呢 有盼望的 有被尊重的感觉了 那么使徒保罗和他的侍奉团队 在那种极端的逼迫下 他们的外体 一天一天的毁坏 但是他们不上胆 不沮丧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内在的生命 一天心是一天 他们知道 在神的眼中 他们是宝贵的 他们也知道 他们也是有盼望的 这是保罗在随后的经文里面 所提到的 我们来看看 他说 我们这自占自卿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那 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那些学生 他们所见的还是暂时的 但就是因为那个 一点点的盼望 就改变他们一生 但神给我们的盼望 是永恒的 保罗说 极重无比 你看这地方几个对比 自占自欺 对比极重无比 苦楚对比永远的荣耀 所见的对比 所不见的 暂时的对比永远的 这是一个眼光的改变 改变了他怎么样来看世界 怎么样来看 他们所遭遇的难处 所以是这个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的改变 这是由内在生命的 改变带来的 眼光改变了 因为盼望不同了 当然不会因为外体的毁坏 而丧胆 如果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你今天 你的心里面的状态是怎么样 你丧胆吗 你沮丧吗 你要知道 耶稣基督爱你 他看你为宝贵 甚至用他的生命 来替代你 为你舍身流血 而且给你预备一个 美好的家 既是今天的教会 也是将来的天家 你真的在家中 享受了平安喜乐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需要在金钱上来操练自己 你的内心的根心 内在生命的根心 不应该停止 是每一天的根心 每一天都是新的 更是每一年的根心 所以只有这样 如果我们内在生命根心的话 我们就能够行出来 我们就会能够见证主 荣耀主 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有这样一句话说 我们众人竟然 藏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主的灵变成的 只要在这段经文的前面 讲到一个帕子 他说不像那些 在旧约时代的那些 神的百姓一样 他们说他们拜偶像 他们不遵守神的话 把那神的话来行 所以好像一个帕子 把他们遮住一样的 今天可能我们生命中 也有些帕子 是世上那些战事的东西 拦住了我们 和主这样的亲密的关系 但是主耶稣基督 他替你付了罪的代价 你来到他面前 那个帕子会拿掉的 所以当你来到神面前 你和他 敞着脸 以他见面 他的生命 一定会影响你的生命 你知道我们夫妻 有好多常常说 你们两个长得很像 实际上刚刚结婚的时候 哪像啊 外表并没有太像的 因为你常常生活在一起啊 你的那个整个的 讲话的方式 你的言行举止 常常就非常像 所以你会觉得 别人觉得你们像 或主的关系也是这样的 你常常操练境前 常常来到他面前 来亲近他 他的生命 那永远的生命 一定会改变你这个 必然毁坏的生命 所以说 我们就能够在生命中 来见证住 你和同事的关系 和配偶的关系 和你孩子的关系 和同工的关系 也因此能够改变 2016年已经过去了 刚才我讲过 不管2016年 你做的怎么样 但是我们都有新的一年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我想用马丁路德的一段话 对我们来 大家来彼此勉励 那么有一次 马丁路德 有人跟他提一个问题 他说使徒保罗和巴拉巴 就讲到使徒行传里面 他们两个因为 马可的原因 过他们就闹纷争 他说使徒保罗和巴拉巴 好像有点过分 这么亲密的在一起 侍奉的同工 居然也产生分离 我们来看 他怎么回答 他说这样的例子 是为了我们的安慰而记下的 当我们听到伟大圣徒 他们有神的灵的同在 居然也会分离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安慰 因为如果说圣徒不会犯罪 就会剥夺我们的安慰 他就提到另外的圣经上的人物 他说参生大卫和许多其他圣灵充满的人 都陷入了严重的罪中 他说约伯和耶利米 甚至咒诅他们出生的日子 以利亚和约拉 约拉到生命的 对生命厌烦 渴望死亡 没有人 他说没有人软弱到不能站起来 同样没有人能够坚定到不会跌倒 如果彼得保罗和巴拉巴会跌倒 我也会倒下 如果他们再次站起来 我也可以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不需要为过去的得胜自满 都是主的恩典 我们不需要为过去的软弱 对主的亏欠 沮丧 因为2016年已经过去了 愿我们能够忘记过去 努力面前的 在心灵一年里面 让我们既有健康的身体 也顺服圣灵 操练敬前 使我们的生命 每一天都更新 成为神 赐他人恩福的这样一个器皿 愿2016年 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 都成为新的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 2017年 财天父爱我们的主 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 而且你的心愿是 让我们不断地更新 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2017年 能够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让我们能够操练敬前 让我们的生命 更像你自己 让你的荣美的生命 能够毫无拦阻地 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 使更多我们的孤独同胞 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 见证 能够认识 救主耶稣基督 恩主就求你 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尽管我们的外体 一天天的毁坏 主 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内心 一天心事一天 使你自己的名 都荣耀 我们这样的祷告 感谢祈求 是奉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Amen